今天展开佛的尖叫 看到佛苦口破心 教导我们 能真听懂了 真落实了 把我们听懂多少 要用到多少 用在生活 用在工作 用在厨师待人节目 要用上 你真学到了 所学而非所用 你没有 学到 真学到 哪有不会用的道理 张家大师早年教我 你没有能够落实 不是你不懂 就是你懈怠 你为什么没做到 大多数的人 真的没听懂 听懂 听懂的人 如果习气很重 也是个障碍 那我们真想学佛 真想能做到 怎么办呢 努力去修 学的时间长了 这讲训习吗 常识训修 长时间的心修 不知不觉 自自然然 他就做到了 不是勉强 完全出处于自然 心 学们 当然都是用妄想感 妄想分别之者 时间久了 不能间断 不能离开 附近 佛不在世 经典所在之处 就是佛所在之处 展开经眷 就是面对佛陀 求佛菩萨加持 让我们真正能够 懂得佛的真实义 开经纪上所说 愿皆如来真实义 这个真实义 往往跟我们的习性 发生冲突 我们染上这些不好的习惯 这个都要长时间去训习 慢慢的毛病都能够改过来 自己要真正 要勇于改过 要学着真正的去爱别人 去关心别人 关怀别人 才能够逐渐体会到 佛菩萨的真实义 贪嗔痴慢义 一定要认清楚 这个东西是土 真的是土 通通通障碍 自信的智慧跟大能 那换一句话说 决定要远离 佛劝我们远离 远离 不劝我们 我们也要远离它 绝对不是好东西 杀到阴亡 这个你真正了解阴苦 你就会被吓住 不敢造错 他有报应的 明白英国 自然就能够忍受 开始是要忍受 逐渐 根杂老了 懂得多了 善心出来了 这些烦恼稀奇 自然消除了 自己能感受得到 逐渐逐渐清冷 真看破了 真放下了 要过佛菩萨的生活 要过佛菩萨的生活 纯净纯善 世间这些悟念 悟心 自然淡泊了 生命 华派 白露 又来 照顾 坏 这些烦恼 无论 你 bringt ік 崇 路 继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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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